大家好,又回到我们《芒向必辞报》YouTube Channel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bc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敌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各位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沙冷气》、点赞、分享和订阅 《施抗疫》、《平经济》、《反网报》 好,今次我们就谈谈娱乐新闻 娱乐新闻的对象或者叫主角 就是被称为《荷里活话题女王》的一位女士 就是Kim Kardashian,卡代山 卡代山什么事呢?原来她当然是现在贵妇 不过Kim Kardashian,卡代山近日参加reality show 就是卡代山家族 其中一段内容就是全家举行派对的时候 她六岁的儿子就拿着平板电脑上网浏览一些内容 结果突然之间就看到妈妈的一些视频 这么厉害?什么视频? 对了,开心地跑到妈妈旁边告诉你 但是呢,因为儿子太小了 不太懂得影片的内容 是单纯地觉得有趣 而她一接过来看 原来就是当年和前男友的一段动作片 哇,她的平板电脑没有那些 固略过滤的吗? 对了 这么容易看到这些晚夜的 只是动作片的广告而已 激到她当场 唉,真是很后悔 当年年事无知 亦是激到哭 激到哭 之后 在家人面前 Kim Kardashian 卡代山立即打给律师 边哭边说 无论多少钱也好 我都要这个视频 是处理了她 即是要她下架 根据TMZ 杂志报导 其实她表示99% 确定自己 没有当时和男友拍过这些 前男友拍过这些动作片 但是 有1%的机会 就是她前男友 趁她不知情的情况下 不敢静静地拍的 就觉得这个错误到现在 一直是她心里最 傲悔的事情 但是她不知的话 也没有必要的 坦白说 她也是受害者 当然了 现在卡代山就是 有一段美满的婚姻 美满的婚姻 她 原来都是80后 80年出生 有一个YouTube影片 就是介绍 亚美尼亚裔的美人 她原来就是最 被推崇是亚美尼亚裔的美女之一 亚美尼亚应该有多少美女的 卡代山是一位 电视名人 名媛 演员 商人 无可疑 其实 她第一次获得媒体关注 是因为她曾经是另一位名媛 就是Paris Hilton的助理和朋友 但是 之后就和前男友 就是Ray J 在2002年 拍摄这些动作片 当然了 亦都是被大量的 朋友分享 被别人关注 同年10月 一个频道 就推出她 一家人的reality show 即是实景节目 就是与卡代山同行 受到超级无敌的热烈欢迎 大家开始就知道她 亦被大众所熟悉 卡代山 相当擅长经营各种社交媒体 并且拥有相当可观的粉丝数 尤其是她在IG上有超过2亿的粉丝 并且在 2015年被时代集资评为全球最前100名 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她亦都是 跟她的伴侣 有小孩 其实就是跟 Rest 就是 威斯特 结婚 有小孩 小孩 什么都不懂 什么都不懂 另外 潮流杂志 亦都描述她为一个 文 潮物的代表 Kim 和她家人 因为经常被八卦雜誌和其他媒体 报道 所以 当然负面的也挺多的 说真的 负面的也挺多的 我们看到了 其实 Kim Kardashian 亦有人说 她的演技也是一样的 而且亦没有什么代表性的歌唱作品 但是她的家庭因为是名流 以及她的本身还有家庭的一举一动 被媒体一直广泛地报道 所以大家就知道 也有人说 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她会那么红 真的没办法 真的没办法 你 不知道为什么她会那么红 她就是那么红 她就是那么红 当然 当然她的前男友这位Ray Jay 当然令到他 相当不开心 也令到他 儿子就看回以前 他妈妈这些东西 我们看回 卡代山 这个Katashian 的家族 都可以说是一个超级家族 都红了整十年 亦有人说他们有几种形式是红的 刚才我们说的那个 就是 美国的真人数 与卡代山同行 上年 就是播到最后一季 你不要说 14年内 已经播了20季 很厉害 一个家庭 记住 也看了差不多10年 对 14年内有20季 很厉害 十几年都没有体验 是的 这个节目在 几十个国家播放 成就了 Kim Kardashian 还有她妈Kris 还有 家姐Kourtney 还有Khloe 其他的 家族成员 都成为了超级明星 知不知道 福布斯就估计 Kim Kardashian 大概正资产就有10亿美甲 真人数 就令到这个家族 变得更加有钱 因为你始终 你十几年都能保持人气 这些人气就是钱 对 人气就是钱 无论 你对她是外系恨 都很难否认他们有影响力 其实 媒体 总结了他们几个成功的原因 就是他们整个家族 为什么这么成功 那么多人 看他们的几个东西 根据 真是有研究 根据伦敦 布鲁奥 内尔大学的 教授 教传媒 他叫做Jones 就说 其实这个卡代山家族 是有意识 刻意地扮演自己 好像卡代山那样 他解释 这个家族在镜头前的 真实性 最重要是真实 但是是不是真的真实呢 因为他们有时候有点争吵 看上去都好像很真 做媒 没有做得那么明显的媒 看上去是似真 英国的教授就说 他就是流行文化 还有两性 还有就是 媒体结合一起研究的专家 他就说 去年年底 将主持 他的第二次 卡代山 卡代山研讨会 叫 Kimbosium 对于他来说 其实 幽默也是这个节目的 长寿原因 就是有些东西都挺幽默的 他也说 观众是不认为 卡代山家族的人很有趣 但是他们很擅长製造幽默 说女性构成母系社会时 但是男性 就成为了滑溪的傻子 所以在 现实 富系社会当中 因为他们觉得 Kim Kardashian 他们是有 女性的 权力 所以就有点吸引 另外 他也说 尤其是Kim Kardashian 就是今集的女主角 金卡代山 他在全球范围内 对于我们 我们对美丽女性的认知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部分原因是他亲力亲怀 将自己展现给大众看 这个节目 经常描述 卡代山家族的 魅力团队 他们为这个家族 提供化妆 皮肤是 因为西人喜欢皮肤晒一下 要晒一下皮肤 就是晒黑 还有造型 还有发型等等的服务 观众会认为 和那些看起来 是更加像他们的人 所以 如果这个是一个 幼高幼瘦的金发女郎节目 这家族反而不是 受人欢迎 因为Kim Kardashian 不是很高 不是很高 但是这位教授也说 特别在最近几年 其实卡代山家族的外表 已经变得没有那么有亲和力 你可以 为自己打钢 化上专业的 妆容 摆出各种姿势 让你看起来 好像卡代山的姿势 但是 你不可能 持续地 做这么多次的 医美 你也是负担不起私人教练 亦不可以每天 都有一个 华丽的团队服务你 所以这些 初初看起来都挺有趣 后来就觉得 我们普通人 好像是 付不起这个价钱 所以这些 就是有限度的 他们的粉丝 都意识到这点 但是有些人 为拥有 类似外表 确实是走极端的 好像英国有些 医美的医生就说 很多人就很想 有Kim Kardashian 的那种身材 但是 我不喜欢 他亦都说 西人是喜欢这款的 是 在未来的十五到二十年 其实时尚趋势 都可能会学 Kim Kardashian 他们这样的 与此同时 卡代山家族 自己亦都表示 他们因为外表 而被人家平头品足 好像去年年初 Khloe 就是 试图将 一张 未装女镜的照片 本地放在四家媒体 后来就删除了 因为 他没办法 满足粉丝对他 一个固定形象 即是叫人切 隐私 哎呀 你的样子本来不是这样的 所以他感到 无尽的压力 他在社交媒体上面就说 事实上 我一生 都是承受压力 个个都是 不断被人家嘲笑 和评论 人家要求我变得更加完美 满足人家对我外表 切立的标准 我就没办法承受 另外 卡代山家族 和社交媒体 有着千丝万楼的关系 当然 Kim Kardashian 当然是很厉害的 他在全球的 Instagram的账户关注 是排前十的 另外 Chloe和Courtney 也是排前二十的 对于 这一家人来说 其实 他们是早期的网红 大家都不经常玩 社交媒体时 其实他们一早已经玩了很久 也是厉害的 他们是引领了社交媒体 来呈现自己的身份和形象地位 要将他们的形象和成功和 Instagram成功分开是不可能的 没多久 卡代山家族 就开始利用社交媒体的影响力 两个字 的确 好像喜剧演员 马西 贾罗 他说 他们很厉害的 他们影响了很多人 他们也创造了自己 影响力 这位喜剧演员也说 只要 你可以请到他们上你节目 事实上 是可以抓到很多人气的 这是现实的 你找一个名人上你节目 那当然是可以罪到人气 其实喜剧同行 当中都说 如果可以请到 他们家族其中一个女成员 和我们 合作的话 我们就发达了 很多人就觉得 他们家族将社交媒体 变成 一常 的一个生活平台 以及 本来是一个私人的地方 但是他们就将自己的私生活 当说真的 他们是有没有牺牲 就要将自己的私生活牺牲 是赚到钱 但是有些生活是要牺牲的 他们也将社交媒体 变成他们商业 销售和分销的手段 就好像 当然了 他们家族的成员 就有化妆品系列 Kim Kardashian 也有美容 素身 衣物产品 另外 Chloe 也有牛仔褲的品牌 就帮助这个家族 每年最少就赚几百万美金 几百万美金 我觉得不像这个数字 很谦开 另外 Kim Kardashian 的所有著名朋友 都是在做同一样的事 甚至可以说 他们最早是将自己的社交媒体影响力 化为 银子 算不算是早期大货分子 都算是 都算是 很成功 没错 另外 他们是展示了 他们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家庭 向 电视真人秀节目 展示家庭 的一个结果就是 观众也会拍到 他们家庭之间的冲突 不过他们也不介意 对很多粉丝来说 这些冲突是他们最关注的时刻 当然 亦有人说 我们看到 他们家族是可以吵架 但是 依然是会相亲相爱 这个印象被人相当深刻 虽然公众想 谈论他们的价值观和道德观 但是坦白说 他们是你在电视上可以看到 比较健康的人 也是 如果是真的话 我觉得 OK的 亦有人说 他们 是 可以处理复杂的问题 比如 曾经和 Chris结婚的人士 亦都说了很多 因为一些 取向不同了 亦都说了很多 离婚官司 家庭重组 对于一些大众来说 是一个很实在的问题 如果大众是 不关心你的生活 关系 和职业的话 其实 他们的 人子是会没有的 不过 Kim Kardashian 他就是很聪明的 他的老公也是一个很出名的人 他老公也很懂 是 吸收这个人气的 你记不记得 之前他老公也说要参选美国总统 是 所以其实 这个有很过瘾 他们 是用很多方法 保持人气 你不能否认 但是 起码 有样东西是做得好的 就是 你先不讨厌他 虽然有些负面新闻 但是老实说 我就不太讨厌他们的真心来说 另外 卡代山家族 可能是 呼应了美国生活的 多样化 但是他们也反映了美国社会的一些消极方面 他们被指责为 文化拥有者 或者所谓的 Black Fishing 即是 有人 通常在社交媒体上 假扮自己是 混血儿 或者是 非语 因为这样来说 是政治正确的 今天我看到健吾的Facebook 上面也很好笑 因为早前 薛凯琪就 疑似的样子就 撿一撿 样子变了很多 他把薛凯琪之前有张照片 其实我觉得挺好看 那面也是 当然是化到黑了 就做了个非洲的头 我觉得挺好看 即是鞭仔头 我反而觉得这样很美 现在的网红脸 我就是接受不了 当然 他们已经是 用了很多东西 用了很多东西 他就说叫做挪用文化 挪用 非语的文化 从他们的身体到服饰 还有 他们的发型 很多东西都是从其他文化 尤其是 非语文化当中 你用挪用我就觉得不对 借用就好一点 我又觉得没问题 这些东西 美国一直都是这样 是不是 另外 你知道 玛丽华盛顿大学的 全理学副教授 不是王毓民 叫 郭德曼 就说 卡代山姐妹 被视为 白人 和非白人 搞笑 其实他们 真正说是白人 卡代山家族 亦都在 饱受批评的情况下 依然是受到欢迎 和 是成功的 亦都表明了很大程度上 他们存在着 大众对文化来用的接受 其实我觉得 来用又不应该 应该借用 或者是融入 对文化的 借用 的理解 或者两者 结合 我觉得是接受的 不关 不关 罗不来用的事 当然 这个节目 亦都出现了一些 夸种族的关系 包括 卡代山和他老公 他老公真的是一个非裔 韦斯特 和他 卡代山家族 当然 我们看到他们 认识的族裔也很多 所以 从表面上看 有学者就说 卡代山家族 是含有混血 家族的一个幻想 虽然 这些关系在节目当中 表现出来并不复杂 但是 在更广泛的背景之下 事情就不是那么简单 有些学者就说 卡代山 和这个 韦斯特之间的关系 是导致 导致卡代山种族模糊性 和关于他 占有黑人文化的争论 他和韦斯特的小孩 的关系 有助于他在白人和黑人文化 的交叉点上 占有一席之位 所以他就可以 是有很多黑人的 观众 我有黑源 应该这么说 黑白通识 OK 但是有人就可能认为 其实卡代山 尤其是 金卡代山 曾经公开 喜欢 某 M 根 的产品 产品 他是一个正常的妈妈 不喜欢自己弟弟看到自己觉得不好的过去 好,今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再见